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首班学院 那么在上课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检测一下设备 如果同学可以正常听到老师声音的 并且可以看到屏幕画面的 那么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不一 来看一下自己的设备都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正常听到老师说话的声音吗 如果可以正常听到老师说话声音的话 那咱们接下来就接着进行上课了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首班学院甜点课的第五节课 咱们本节课的话是要去制作一只这种探险 趣味探险小猫的手机壳的部分 相信大家日常生活中的话都会用到手机 而且手机壳相对于咱们手机来说 其实是一个消耗品 比如说像我买手机壳的话 我就会最近流行什么呀 或者是我有什么喜欢的呀 我就会及时的去换一个 但是剩下的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就是特别偏多的 像咱们一般用到手机壳的话 也就经常用的也就两三个 那么剩下多余的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它利用一下 废物利用一下制作成咱们一个新的手机壳的部分 那么先来看一下咱们的案例分析 那么本节课的话 咱们要去制作的是一个类似于这种小猫咪的手机壳的部分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猫咪的脸型 它的脸型部分的话 整体是比较偏短的 并且左右两侧的话 有种比较偏于发塞的这种效果 然后鼻子下端的部分的话 是有两个嘴套 这样会凸显出它小嘴巴的部分的话 是鼓鼓囊囊的一个效果 还有它左右两只耳朵的部分的话 一般是比较对于头部来说 形态的话是比较偏宽的 那咱们再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要点的部分 这个案例图的话 就是咱们本节课制作的一只小猫咪 探险手机壳的部分 可以看到咱们有这种透明手机壳的话 就是给它的整个上面去增添了一点小细节的部分 让你的整个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手机壳一样 然后就给它加上一层衣服的状态 第一步的话 咱们是先去制作它这个底端紫色的黏土片 然后再去加一层白色的黏土片 丰富一下它的层次感 接下来的话 就是去制作表面的配饰 比如说它这个蛋糕的部分 以及上端小猫咪 然后再去给它加上一些配饰的部分的话 这样看上去会更加精致一些 那本节课的课程重点的话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立体结构的制作以及组合 第二点 整体配色分析以及色彩层次感的塑造 第三点的话 就是猫咪蛋糕的特征刻画以及比例的塑造 这就是咱们本节课需要注意重点 注意到的三个地方 最要求的话总共有四点 第一点是画面整体颜色搭配和谐有层次感 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中的话 我拥用到的紫色 其实每一层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背景的这个紫色的话 是特别淡的紫色 那到整个蛋糕的部分的话 又会加深一点颜色 而且两层蛋糕的颜色部分的话 它是不太相近的 第二点是蛋糕质感的表现要比较清晰一些 第三点 整体配色和谐 氛围感浓郁 第四点的话 就是猫咪面部特征的表现清晰 这个猫咪特脸部的一个效果的话 咱们来说还是本杰克的一个重难点的部分 尤其是它这个头部的话 其实是相对于来说 不是分步骤去进行制作的 而是整个猫咪头部是一体去进行制作的 那咱们在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听清楚猫咪的头部是如何制作的 使用到的工具和材料的话 有切割电板 亚尼棒 棒针 切割刀片 亚尼板和白乳胶 也就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这些 然后一些工具 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课的案例 咱们就进入到实操环节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中拿的这个手机壳的部分 那么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波二 这个灯稍微有点偏亮 有点曝光 给大家先把灯关一下 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手机壳的部分 可以在公屏上扣一波二 好的好的 看到大家扣出来二 那说明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就开始制作了 我这边去调一下灯光 给大家稍微亮一点点 不要过暗了 这个状态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大家看一下觉得暗不暗 暗的话我再重新调一下灯光 还是这个状态的话就可以 还是要再稍微亮一点 因为咱们这节课 其实用到的白色黏土 还是比较偏多的 如果灯打的太亮的话 大家可能会稍微有点反光的小过 那咱们刚开始的话 就先去制作这个手机壳的背面部分 我就调的稍微亮一点点 一会咱们这整体制作小猫咪的时候的话 我再把灯光调的稍微暗一点 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这节课要准备的手 的种制作的这个手机壳的部分 那大家有这个透明的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可以取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壳的话 其实也是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它周围这一圈的话 其实都已经泛黄了 都不是原本的那种透明的颜色了 如果家里有这种手机壳 或者是你买了这种手机壳 感觉不想用了 我想给它换一个皮肤 那么你也可以把自己这个手机壳的话拿出来用 接下来的话 咱们跟着左侧的这个步骤图的部分的话 去制作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它相对于整体来说的话 是比较淡的颜色 是整个你的手机壳里面紫色调 特别偏淡的一个颜色 所以说咱们需要调和一下这个紫色的颜色 可以先取出来3至4厘米的一个大小的白色黏涂 然后咱们去给它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颜色 白色黏涂之后的话 咱们再取出一个大概0.5厘米左右的一个紫色的黏涂小球 这个紫色的黏涂小球的话 咱们要少量多次的去添加它 切记不要一次觉得说我可以给它添加到位 那我就按照我一次的这个量的话去添加 你后期调的颜色重一点的话 很有可能它就整体的颜色的话就很难往回调往回进行调整了 咱们就先加入一个0.5毫米的 黏涂小球然后给它调和到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 调和的时候的话咱们切记颜色的部分你调和完成之后 它应该是一个均匀的一个淡紫色 大家去制作的时候的话不要把它的整个颜色的部分的话 给制作成这样一道紫色一道白色的一个效果 也是稍微给它拉扯一下调和的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 然后接下来再去制作下一步 我加个0.5左右的话其实这个颜色的部分就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颜色了 没有说太深也没有说太淡 大家去添加的时候的话也是少量多次的添加 不要一次给它觉得说我可以做到位 就是少量多次不要一次成型 尤其这种浅颜色去添加深颜色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给它调和成比较均匀的状态 不要有一些颜色的调料的呈现 调整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效果的话就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接下来先把它团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然后拿出自己的亚尼板 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壳的大小效果的话是多大 你擀成的这个粘土片的部分的话 要比这个手机壳的长宽 大上稍微一圈的一个效果 我这个手机壳的话 大约就是一个7厘米左右 然后长度的话是一个19厘米 将近20厘米的一个效果 那我擀压的时候的话肯定要比这个比例的话稍微大上一圈 我就先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然后再用自己的亚尼板的话 轻轻的给它搓一搓 搓成一个比较偏长的一个效果 这样方便咱们再去擀压的时候的 整个用意的一个均匀程度 如果你从一个小球开始擀压的话 它肯定擀压出来是一个圆片状 那么你从长条开始擀压的话 它就比较像这种长宽的一个长方形的造型 然后擀压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从上往下给它稍微按压一下 按压成一个比较偏厚的薄片就可以了 这时候可以拿出咱们的擀面杖的工具 给它擀压成一个薄片 擀压这个薄片的时候的话 就是稍微擀压一下 然后咱们把它接起来 然后翻个面再去擀压它 切记不要想着说我一次能给它擀压到位 就少量多次的去擀压它 然后再给它翻个面 不然一会的话就不是粘到你的工具上面了 就粘到你的电板上面了 擀压的时候的话 尽量擀压的稍微薄一些 因为咱们这个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它是会影响手机的这个散热的 咱们尽量不要制作的过于偏厚了 像咱们有的女神的话 她力气可能会稍微偏小一点 这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 把身体上面全部的力量的话 放到这个擀压棒上 去擀压它 这样的话也会擀特别偏薄的一个状态的 把这个手机壳先放到旁边 有点有点影响操作 大家就尽量给它擀压的稍微薄一些 薄厚程度的话 控制在一个一毫米左右是最好的 但如果说你擀压的力气不太够的话 你就可能说擀压的 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的话 只要你尽量给它擀压到你 你能擀到最薄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擀压完成之后的话 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薄薄的小薄片 咱们可以给它覆盖到你整个手机壳上面 如果你想做这种侧边全包的一个效果的话 你就直接给它窝进去 然后进行上粘贴就可以了 那么我制作的这个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其实相对于只有背面这一个 然后如果你要做这种全包的话 咱们就要考虑到你这个按键 以及侧面音量键 还有咱们的静音键 以及底下的这个充电筒的部分的话 你都要去给它掏出小洞 咱们也可以做成这种整个的一个侧包的一个效果 只有背后包的一个效果 那咱们怎么样去制作呢 给它覆盖到你整个手机壳的表面上面 然后用手稍微按压一下 就可以看到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它整个手机壳的表面的部分是 其实已经按压出这个 整个棱角线的一个效果了 就是它手机壳的棱角线的效果了 然后咱们就去多按压一下 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拿出自己的这个杆尼棒的工具 稍微用点力气在你的整个这个黏土片上面 带着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去稍微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我使劲按压的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已经露出来底端的这个手机壳的部分了 那咱们就去多给它赶压两遍 把它这个边缘的多余的部分 其实相对来说 就是利用这个手机壳的棱角线的效果的话 给它赶压下去 形成一个薄片的话 给它覆盖到上面 那到这种转角的地方的话可能就稍微有点难赶压 咱们就对角线这样去赶压它 然后另一侧的话同样的一个方法 对角线去赶压它 就多去在它的四个边的部分的话 稍微赶压一下 这样就呈现出它边缘的这种棱角线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这时候的话 咱们用手轻轻一揪 其实它这个黏土片的部分的话 就已经掉下来了 然后到这种底端连接 这些有点连接的地方的话咱们不要怕 然后稍微用点力给它揪一下 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贝壳的部分的话就下来了 那么多余的部分的话 咱们可以拿出自己的小剪刀 或者是刀片的工具的话 给它把这些底端的部分 这些周围藏出来的这些粘土的效果的话 轻轻的给它割掉或者是剪掉就是可以的 大家这一步的话可以跟得上吗 这一步操作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地方的话 就是它侧面压这个纹理的时候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的话咱们去制作这个底端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话大家就取出一个1.5厘米左右的一个 将近两厘米左右的一个白色粘土小球就可以了 也是先给它揉搓一下 调整一下整体的一个图质效果 接下来的话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然后用咱们的压米板也是给它搓成一个长度为整个这种手机宽度的一个小我 这样的状态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把它稍微压扁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侧面整体来说的话 厚度还是特别偏厚的一个状态 然后咱们用手给它把边缘处揪成这种奶油流动过的这种不平整的一个现象 然后再用咱们的压米板从上往下给它按压出比较平整的一个状态 如果有哪里觉得我这里稍微有点不太偏平的一个效果的话 我再用手稍微给它揪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拿出咱们的擀泥棒的工具给它擀压成薄片 这个白色黏土片的部分的话 也是相对来说要稍微薄一点点 不要太厚了 如果你在擀压的过程中的话 发现这个黏土黏土的一个 这种棱角线 这种王岐起伏的一个效果的话 不太明显 可以再用手稍微揪一揪也是可以的 去调整一下 咱们就边做边进行调整这一步 然后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咱们把它放到这个手机壳上面 然后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 如果你是全包的一个痕迹效果的话 你直接包后续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全包的一个痕迹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手机壳上面 然后按照咱们那个刚才的制作方法的话 再去同样的方法给它制作一遍 也是把它放到上面的话 用手稍微用力的按压一下 让它呈现出边缘特别清晰的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吗 从侧边看一下 你其实用手稍微按压一下 它边缘的这个棱棱角角的话 其实可以映现到一点 然后咱们再用自己的感情棒的工具的话 也是这样上下拱压它 给它拱压成边缘处 有这种凸显出来的一个效果 然后咱们再往下揪它 如果大家粘土片比较偏干的话 你就可以先在表面涂抹上一些白乳胶 然后再去赶压它 再去把它边缘处接起来 这样就粘贴的比较牢固的一个现象 然后其他多余的部分的话 也是用手轻轻的给它揪掉就可以了 还是比较好揪的 因为咱们边缘处的话 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已经给它赶压破了 然后像这种小毛边的现象的话 大家就可以等粘土稍微干一点的话 用刀片轻轻的沿着它这个边缘处稍微滑一倒 一揪就揪起来了 或者是咱们现在想制作的话 就可以用小剪刀沿着它这个边缘处的话 拿这个小剪刀的尖尖部分的话 去给它一点一点修剪掉 这样的话手机壳的背景部分其实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咱们去塑造这个蛋糕体的部分 那我先把手机壳摆放到旁边了 咱们去接下来制作这个蛋糕体的部分 蛋糕体的部分的话 咱们刚才有这个擀这个背景的粘土部分有剩下的 那咱们就可以用剩下的去进行制作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就可以再去调和一种颜色 那么切记这个颜色的部分的话 要比咱们背景的颜色效果稍微深一点点 可以再去稍微揪出一个大概三厘米左右 应该就三厘米左右的话就完全充分够了 然后再往里面去添加上一点这种紫色的粘土 添加的量的话也是少量多次的去添加 大家一次不要给它添加的过于偏多了 也是去给它调和到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 其实在调和的这个过程中的话 也相当于咱们去调整整个粘土的一个土质了 可以看到我相对于手机壳来说的话 颜色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变身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给大家遮挡一下光 看一下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变身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部分的话 稍微有一点浅 我再去添加一点紫色 咱们的这个手机壳相对于来说的话 就是它背景的颜色是最深的 最浅的 然后最深的紫色的话是最底下的这个蛋糕部分 那么上端的这个紫色的话 又要比底端的这个紫色稍微浅一点点 但是它比背景的这个紫色的话要稍微深一点点 那么咱们接下来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就是最底端的这个蛋糕体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咱们在这个蛋糕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层压一层的进行塑造的 它最上面的这个小猫咪头部的话 是压住底端的所有部分 那么整体来说的话 咱们就从底端往上去进行 一层一层的叠加就可以了 给它调和成比较均匀的状态之后的话 咱们用整个的一个1.8厘米左右的一个粘土小球 不要过多了 因为咱们这个蛋糕体来说的话 其实压薄之后它会稍微变 稍微变形一点点 就大概1.8厘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用亚拟板和电板的部分平行 然后左右拱压它 给它拱压成一个3厘米长度的一个就可以了 拱压成一个3厘米长度之后的话 咱们从上往下进行按压一下 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其实来说它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那咱们可以用手把它边缘处 这样轻轻的给它捏一下 捏完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它边缘处是呈现这种圆弧形的形态 这样的话蛋糕体的部分就已经塑造完成了 大家这一步的话可以跟得上吗 然后咱们再去制作它蛋糕体的底端的这个部分 底端的话大概就用到一个 0.5左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就不要过多了 0.5到0.8左右 然后也是给它搓成一个和上端的这个蛋糕体粗细 不是粗细程度 是长度效果的话 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趁着这个黏土是比较湿软的情况下的话 一粘就粘上去了 我这个黏土稍微有点偏干 然后去涂抹一点白乳胶的它粘贴到一起 也是稍微取出一点白乳胶 咱们给它抹到底端 然后给它衔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给它沿着它底端部分粘贴到一起 然后拿出咱们的七本针工具 给它去扎一些蛋糕表面的这种小孔质感 咱们就沿着它这个底端的这个部分去扎它就可以了 上端的部分的话 不要给它扎出小孔的一个质感了 扎出来表面质感之后的话 咱们看侧面和整个底端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的 那咱们也要考虑一下 咱们戴手机壳之后的话 你举起来手机壳其实是四面都可以看到的 那咱们也要把它的周边部分的话 去给它扎出这样的一个小孔质感 这样的话 它底端的这个蛋糕部分也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 咱们去制作它这个中间奶油的部分 也就一层一层往上进行叠加 奶油的部分的话 咱们就可以取出一点白色的黏土 白色黏土的话就不要过多了 咱们大概取出一个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的话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在公平上进行提问 也是拿到黏土之后的话 咱们先去给它调整一下土质 也是先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接着的话 咱们给它搓成粗细程度 大概为5毫米左右的一个状态 因为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奶油部分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细的 咱们给它搓成长条之后的话 你用自己的亚泥板平行的去按它 按的时候的话 厚度的部分切记不要过于偏薄了 然后再去给它转个面 再稍微压一下 可以看到从从你的整个侧面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就已经给它压成一个正方形的样子了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的 给大家把两头尖的部分的话 也稍微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它就不是一个圆形了 而是一个正方形 这样的状态下的话就可以的 可以看到它四个角的 棱角线的效果的话是特别明显的 然后咱们一头捏住这个头的部分的话 另一只手不断的去拱压它 这样转它 可以看到转出来的效果的话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吗 其实转出来的话 已经有一些纹理效果了 咱们就转出来 整个蛋糕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用手多去这样转压一下 它纹理效果就会凸显的 更加明显一些 这边断了的话不要怕 因为咱们整个黏土条是比较偏长的 悬翼节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 去给它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涂抹一点胶水的话 给它粘贴上去 然后再把多余的部分 用小剪刀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整个奶油的 以及奶油的纹理效果的话 其实就制作出来了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 拱压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 不太明显的 咱们可以用塑形刀 你再去沿着它这个压痕的部分的话 去稍微按压一下 这样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就可以沿着它这种卷曲的一个纹理效果的话 再稍微按压一下 就会更加明显一点 接下来的话是咱们最上层的这个蛋糕的部分 也是同样取出咱们背景色的这个黏土部分的话 我是稍微有一点 如果大家去调色的时候的话 切记最上层的这个蛋糕的部分的话 是相对来说是第二个比较偏深的一个颜色 那我就稍微取出一点点的黏土 再去添加一点紫色的黏土 就这次的添加量的部分的话 一定是比底端的这个颜色的话 稍微再少一点点 咱们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每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去塑造出来的话 它颜色的层次感觉才会凸显得更加漂亮 稍微有点偏少 然后我再去添加一下 可以拿到咱们的手机壳旁边的话 进行一下对比 看一下颜色的话 是不是明显的一个 有一个色差效果 那么可能是光源稍微有点偏亮了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两个颜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偏深 一个比较偏浅 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就可以的 接下来的话 咱们也是取出一个1.8左右的黏土小球 给它去制作蛋糕的上端部分 蛋糕的上端部分的话 其实和咱们底端的这个蛋糕的话 制作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也是先给它搓成一个三厘米长度的 这种小长条 然后从上往下按压一下 再把它的四边部分用手指 稍微这样轻轻的按压一下 侧边的部分就是一个圆弧形态了 然后再去制作咱们底端的这个部分 底端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大概取出一个8厘米 8毫米左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也是给它搓成一个和上端 这个蛋糕体的长度效果 是比较一致的一个长条 然后也是取出咱们的七本针的工具 给它扎出表面的这种小孔质感 去扎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稍微小心一点 不要给它去扎的时候的话 扎的哪里都是小孔 它上端的这个蛋糕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一个光面 那么底端的蛋糕体的话 其实才是有这种小孔的一个质感的 扎的时候的话 也不要忘记咱们的侧面部分 以及底端的这个部分 让它四个边的效果的话 其实都是这种小孔质感不满的一个效果 扎完之后的话 咱们和底端的这个蛋糕体进行一下衔接 那么奶油的部分的话 咱们可以稍微压住一点点 这种上端的一个蛋糕体的部分 这样去衔接它 你就可以看到奶油的部分 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种 类似于凸出来的一个效果 就是奶油溢出来的这种效果 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进行粘贴 或者是大家直接给它拼贴到一起 也是可以的 也是稍微涂抹上一点白乳胶 然后去给它粘贴到一起 我喜欢奶油溢出来的这种效果的话 我一般去粘贴的时候的话 会把奶油这一块稍微凸出来一点 这样的话它底端蛋糕体的部分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这个粘的稍微有点歪 底端蛋糕体的部分的话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去制作它这个两个小猫咪爪子 两个小猫咪爪子的部分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也是取出这个白色黏涂 一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一厘米的话足够咱们制作两个小猫咪爪子的 取出一个一厘米左右大小的一个小球 咱们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切记一分为二之后的话 左右两个小球的大小效果也是比较一致的 搓成两个差不多 小球看一下大小 这个稍微有点偏大 我再取出来一点 这时候的话大小效果就比较合适了 然后咱们倾斜自己的压米板 然后给它搓成一个这种类似于一个长水滴的形态 长度部分的话咱们不受控制 因为这后期的话咱们需要减掉 切记你搓完之后的话 左右的粗细程度它是比较对比的 比较对称的 然后咱们统一的给它稍微压扁一点点 但是压完之后的话 你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只是它的这个前端的小肉垫的部分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偏薄的状态 然后拿出自己的压横刀去给它压出这两个小猫咪爪子的部分 这样压完之后的话就特别像这种小猫咪的一个小肉垫的部分 然后咱们按照自己的这个蛋糕 想要露出来这个小脚 小爪子的一个长度效果的话是多少比较合适 那我大概控制在一个1.2厘米就可以了 大家看自己想露出来比较偏多一些还是比较偏少一点 给它左右减成长度一致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去粘贴到它这个蛋糕的上端的左右两侧 粘贴的时候的话 由于粘土还是比较偏软的 咱们最好把它蛋糕上端衔接的这个部分的话 稍微压扁一点点 以防咱们再去衔接这个蛋糕头部的时候的话 会有一些凸出来的部分 就稍微用手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两个小爪子的部分也完成了 那这边的话给大家关一下这个灯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因为咱们接下来要去制作猫咪头部 相当于一整个大白色 就会稍微有一点反光 这个光源的话应该就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就可以去先取出一个三厘米左右的一个粘土球大小 咱们去给它制作猫咪头部 这样的话它就不反光了 可能会稍微有点偏暗 如果大家手机屏幕调的比较暗一点的话 可以调亮一点 咱们拿到粘土的第一步的话 一定要是去给它调整土质的状态 调整土质的过程中的话 你可能会踢到一些气泡炸裂的声音 就啪啪啪的那种声音 就咱们在调整土质的时候的话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空气 你这样去调整的时候的话 里面的空气就出去了 如果你不加以调整的话 很有可能你在塑造的时候 你捏着捏着发蜜线 猫咪脸上有一块凹陷进去的地方 其实就是它整个这个猫咪的脸 粘土块里面的话 其实有气泡 你没有去调和均匀的一个状态 也是先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大小的话控制在一个三厘米左右 这一步的话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因为猫咪头部的话 相当于相当于来说是一个一整个的头部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制作的一个方法 第一步的话 咱们先去给它搓成一个上窄下宽的一个形态 搓完之后的话 可以明显的看到 上端的部分是比较偏窄的 到这一块的话是稍微有点偏宽的 可以看到吗 搓完这一步的话 大家就把它这样放 你整个窄的地方的话是朝自己的左侧 然后用自己的亚尼板倾斜 比如说我这个是电板的部分的话 我这个是亚尼板 你就把电板和亚尼板的话 呈现这样的角度 角度小的地方的话 是咱们整个窄的地方 角度后面宽的地方的话 是相当于在咱们最宽的位置 这样斜着去按压它 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最窄的地方其实是比较偏薄的 那么厚的地方的话是整个最宽的位置 这一步的话大家都可以跟得上吗 接下来的话 大家如果黏土是比较适用的话 就忽略这一步 如果你黏土比较偏干的话 咱们可以取出自己的凡士林 或者是比较油的护手霜都是可以的 然后稍微涂抹一点在手指的部分上 因为这个黏土塑形的话 还是时间比较偏长的 如果大家有凡士林的话 最好可以用上 而且用上凡士林之后的话 它表面不会起那么多褶子 大家就可以捏住你这个最宽位置的两边 捏住它最宽位置的部分 给它揪出一个类似于这种小尖的一个效果 来模仿猫咪的左右两侧的小胡子的一个效果 这样往处揪就可以了 用两只手的力量的话 给它往处揪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的话这个部分另一侧的话 也是同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大家就捏住黏土给它往处揪 变形的话这时候不要去管它 咱们就先给它揪出两个小啾啾 一会变形的话咱们再去调整它 可以看到揪出来小啾啾之后的话 脸型的部分就和猫咪呈现的比较相像的一个效果了 由于咱们表面抹了 凡是零的话 其实表面的部分还是比较偏光滑的 就多去调整一下 让它的整个猫咪头部的话 呈现出是上端比较偏窄 脸颊的部分有左右两侧凸出来的这种小尖尖的一个效果 然后小尖尖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整体的给它稍微往上捋一点 这样的话猫咪头型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这边稍微有点偏小 我再去给它塑形一下 一定要确保左右两侧的这个小尖尖的大小效果的话 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 调整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拿出自己的棒针工具 给它压出眼窝的痕迹 那么其实就是在面部二分之一的位置的话 你用你的棒针轻按压一下 这时候趁着你手上的话 还有这个凡士林的一个效果 去给它稍微推一推 让它这个棱角线的效果的话 不要过于明显了 用你的两个手指的话 轻轻的把它脸蛋的部分稍微捏起来一点 多去用手稍微调整一下 你手上去抹上凡士林之后的话 它其实你不管捏哪里 它都是一个比较光滑的状态 不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褶皱纹理的 这样从侧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脸颊的部分 就是比较偏骨的 那么到额头的部分的话 又是比较偏平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塑造效果的话就可以的 然后咱们可以用手掌的这个侧面部分 给它额头这里的话 稍微按压一下 按压成这种侧面来看 是一个圆弧形的形态 那么四周的部分的话 都可以去稍微按压一下 这样的话 猫咪头部其实就大部分的形态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剩下的话就是它耳朵以及鼻子 还有眼睛的一个塑造了 这一步的话 大家可以跟得上吗 如果跟不上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说一下 接下来的话 咱们可以取出自己的小剪刀的部分 你沿着这个旁边的这个剪出来的 制作出来的一个三角形的形态的话 清剪一下 剪完之后的话 不要立即拿出来 用自己的小剪刀上下拨动一下 让它这个左右两侧的部分的话 是分开的另一侧也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剪完之后 不要立即拿出来 轻轻的往下按压一下 往上按压一下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左右两个小胡须的部分 其实中间是稍微有一点分叉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的话 再去制作咱们耳朵的部分 耳朵的部分的话 大家就取出自己的一个一厘米左右的沿途 也是给它制作完成之后的话 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先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然后用小剪刀工具 给它从中间一分为二 确保一下左右两侧的大小效果 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大小A比较一致 那咱们就接下来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下一步操作的话 就是给它搓成一个水滴形态 另一侧的话 也是给它先搓成一个水滴形态 然后拿出咱们的棒针工具 或者是这种尖头的一个工具 都是可以的 咱们尖对尖 拿工具的尖头的话 对着咱们耳朵的尖头工具的话 给它按压下去 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生的凹槽的 那咱们顶点不要动 左右这样晃动 去给它把它的整个 这个耳朵的斜面部分的话 制作的比较偏宽一些 上端部分如果有缘故形态 可以用手稍微按压一下 另一侧耳朵的话 也是同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尖对尖往下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顶点不要动 左右去晃动它 这样你可以看到 它横截面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已经变宽了 这样左右两个耳朵的部分的话 就塑造完成了 然后咱们拿出自己的小剪刀工具 稍微修剪一下 让它的底端部分是比较偏平的 这样比较好去粘贴一些 修剪完成之后的话 可以放到一起对比一下 看一下大小是不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合适之后的话 咱们也是稍微占取一点白乳胶 然后沿着它这个头型的部分的话 去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粘贴完成之后的话 可能它这个左右两侧会稍微有点翘边 咱们就可以用手多去按压一下 这样它会衔接的更加紧密一点 耳朵的部分也塑造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去制作它这嘴套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它这个发塞的一个效果 发塞的一个效果的话 咱们就取出稍微少一点点的 就大概一个绿豆粒大小的 黏土球就可以了 也是先给它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用小剪刀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我看我这个面部的话 这里稍微有一点膨胀了 那我再去用手给它调整一下 咱们在去制作的过程中的话 也可以多次的去调整它 直到调整出它的整个脸型部分的话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 咱们看回这个嘴套的部分的话 也是给它揉搓成两个光滑的小圆球 确保左右两侧的大小的话 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是稍微沾取一点白乳胶 给它衔接到一起 稍微有一点点偏滑 我就直接给它粘贴到鼻头上面吧 因为我手上占取了这个凡是零了 就是捏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就捏不住 特别滑 大家如果手边有纸巾的话 可以先擦一下 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样的话 把左右两个小球怼到一起 去制作它这个嘴套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 去制作它眼睛 眼睛的话 大家就如果刚才有剩的这个调 然后这个蛋糕的一个粘土部分的话就稍微取出来大概一个也是绿豆粒大小不要过大了 因为它这个眼睛部分的话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小的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状态 尤其是咱们粘土的话它是具有延展性的其实压薄之后的话还是特别大的就稍微给它取出一点点的粘土就可以了 也是剪成两半之后的话 咱们先观察一下大小效果是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再去进行操作 搓成两个大小比较一致的一个小球之后的话 一块从上往下给它稍微按压一下 按压的大小效果的话要比较一致一些 对凡士林的话第一它可以减缓你这个粘土干的速度 然后第二的话它去制作的时候其实相当于一个润滑剂的作用 就可以把你的粘土表面一些褶皱纹理的话给消失掉 相对来说的话粘土其实就是保湿剂 你去抹到你手上的话 其实也是给它的整个粘土里面加上一点这种软化剂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去粘贴到咱们嘴套的左右两侧 大家去粘贴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确保好左右位置是比较对称的 然后再去衔接上它稍微用力的按压一下 这样它就贴合的会比较紧密的一个状态了 接下来去制作一下它的小帽子的部分 小帽子的话我也是用这个蛋糕剩下的粘土部分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可以再重新调一块 小帽子的部分的话其实和蛋糕是一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就是它会比蛋糕稍微少上那么一步 又取出一个大概5毫米左右大小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也是先给它揉搓成一个光滑的小圆球 然后左右拱压给它拱压成一个 长度为宽度为1厘米左右的小小的长条就可以了 然后从上往下按压它 按压完成的时候的话 也和咱们的这个蛋糕的部分是一样的 用手指把它的刺面部分 给它稍微压一下 呈现出这样一个圆弧形态面的效果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再取出一点点大概一个3毫米左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也是给它像这个蛋糕部分的一样的话 给它搓成一个长度一样的一个小长条的部分 粘贴到你这个帽子的下端就可以了 我这个稍微有点偏多 感觉稍微有点偏粗不太好看 我再稍微少旧一点 给它重新塑造一下 也是稍微涂抹上一些白乳胶 给它粘贴的比较牢固一些 粘贴上去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它小帽子其实底端的部分是有一定圆弧形态的 你就可以趁着这时候粘土比较湿软的一个情况的话 利用咱们这个大拇指 它是有一些弯曲弧度的 然后你左右这样轻轻的往下滑它 你看这样去制作完成之后的话 小帽子就是有一定弧度的 看起来的效果的话也会更加漂亮一些 然后接下来的话 也是同样给它粘贴到它这个耳朵的前端部分 粘下去之后的话 也可以用手再稍微按压一下 这样你看它的小帽子部分的话 有一点圆弧形态 看上去会更加可爱一些 整个主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咱们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只差一个这个小猫咪的黑色眼珠部分了 黑色眼珠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用这种中性笔去画上它 或者是拿出自己的这个黑色黏土部分 稍微取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芝麻粒的大小 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就这么大的 然后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我觉得我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偏大 我再去调整一下 就真的像芝麻粒一样的大小就可以了 给大家放大一下画面进行操作一下 可以看到吗 真的就是芝麻粒的大小 然后也是先给它揉搓成两个光滑的小圆球 揉成两个光滑的小圆球之后的话 咱们从上往下稍微给它按压一下 按压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沿着眼睛的这个粘贴位置的话 去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喜欢位置 什么位置 比如说给它安装成这种左右 向左看的 或者是对对眼的话 都是可以的 稍微涂抹一点胶水 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我把它揪的变形了 我再重新制作一下 然后另一侧的话 也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整体的话都向下看 或者是都向上看 都是可以的 大家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看自己的喜好 接下来的话 我把灯光稍微调亮一点 给大家去操作一下 这些配饰部分 其实配饰部分的话 还是比较偏多的 大家可以先去制作一下 这个手机摄像头的 一个花边的效果 就可以取出自己的 这个黄色粘图 稍微取出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要的话 咱们还是去给它进行一下调和 大家去调和这个黄色和蓝色的时候的话 可以多去调和一些 因为可以看到吗 咱们蓝色和黄色的部分的话 其实用的还是比较偏多的 咱们就稍微多调一些 去添加一点点的黄色效果就可以了 也是调和成一个均匀的状态之后的话 咱们揪出来大概一个0.5左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然后左右拱搓它给它拱搓成一个长条 切记这个长条的长度的话 是可以围绕住你的摄像头一圈的一个效果 然后咱们从上往下 给它稍微压扁一点 压扁之后的话 咱们可以取出自己的这个棒针工具 或者是有这种玩棒工具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沿着它的一边部分的话 去给它稍微按压出这种 哎往处一按压就按压出这种小的一个花边的效果了 一个一个的话去按压它 给它一整个长条部分的话 都按压出这种花边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就可以的 然后咱们拿出自己的手机壳的部分 其实你这个摄像头的话 咱们刚才是没有抠出来的 咱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小刀工具 拿出自己的这个刀片工具 你可以摸到这个手机壳的部分的话 先给它轻轻的来 这是这么划上这么一刀 建议大家的话 还是等完全干透之后再去进行操作 你没有干透之前的话 其实它黏土来说还是有一定韧性的 你可以完全等它干透之后的话 就会好割一些 就会特别好割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没有完全干透 其实我稍微用一下力 就把它其他的部分的话 给它拉扯断了 你去干了之后的话 在割的时候它就没有韧劲了 沿着这个摄像头的部分的话 去给它切割完成 如果边缘处稍微有点毛边的话 咱们也是不用怕的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小黄边的部分的话 是稍微可以遮挡过一些的 然后沿着这个圆弧形 它的话去给它粘贴上一圈 多余的部分的话 咱们给它落到一起 落到一起之后的话 其实黏土之后 不是特别湿软的状态下的话 其实是轻轻可以揪起来的 揪起来之后的话 咱们沿着这个侧边一块给它修剪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它 诶 揪掉 我这个黏土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湿软 然后我去把它多余的部分 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大家去粘贴的时候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用点白乳胶 进行固定一下 这样会更加牢固一些 然后沿着它这个三角形的形态的话 去给它怼到一起 就会贴合的特别紧密的一个状态 不会显现出来的话 它是一个小边的一个效果 这样可以看到吗 它衔接口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特别紧密的 然后咱们去制作这个小花边的一个效果 小花边的部分的话 咱们可以先取出这个蓝色的黏土 再去进行调和一下 也是取出一点白色的黏土 然后取出一点点蓝色的黏土就可以了 蓝色的黏土的话 就稍微少一点点 给它调和成这种这种马卡龙色系 像近两年的话 还是比较流行这种马卡龙色系的 就是颜色不会太亮 其实你整个颜色一亮的话 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好看了 你就像这种淡淡的颜色的话 组合到一起 感觉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 组合到一起的话 就是特别漂亮的状态 调和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就也是稍微取出一点点的 大概一个0.8左右的一个小球就可以了 咱们也是给它搓成小长条 粗细程度的话 大概控制在一个2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黄色小球的话 也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搓的它两个长条的部分的话 是其实来说的话 有这个整个的一个粗细程度 比较均等的一个状态 可以给它一块放到亚尼板上面的话 下面一块去搓它 这样你的粗细程度的话 就比较均等的 切记咱们在搓的时候的话 一定中间留有一丁的尖气 不然你整个去搓的时候的话 很有可能就搓到那个 搓到一起了 同样说镜子的反面有缺口呢 镜口反面有缺口呢 咱们这个摄像头的部分的话 都是有缺口的 要不然你后面没法拍照了呀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机壳 它去造的时候的话 后面就是有小孔的 还看到吗 要不然它手机壳 这个摄像头没法露出来 没法拍照了 然后咱就可以给两个粘土条 把它的上端部分去捏住 捏住之后的话 咱们像小时候扭这种麻花辫一样的话 给它扭成这种坚决比较均匀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麻花条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没有看明白你说的话意思 我这我小学的语文理解能力的话不太强 我每次阅读理解就是 刀子刮的时候 有缺口 对因为我的粘土的话 现在其实是相对来说没有太干 就是特别干的一个状态 我在刮的时候的话就可能粘土 它这时候还是比较有韧性的 因为粘土咱们在去制作的时候超级粘土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延展性比较好一些 很有可能你在刮的时候的话 这一刀没刮干净 你再去刮下一刀的时候的话 就把它整个粘土片的部分 就稍微带下来一点点了 但是这个小缺口的部分的话 咱们利用这个黄色的粘土条去粘贴上去 其实也是看不见的 你其实看不见我哪里有缺口 但是建议大家的话 为了整个美观性的话 还是等它稍微晾干一些再去切割 在扭搓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再用自己的亚尼板 轻轻的去拱压一下 拱压完成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它侧面就没有这种 一轮一轮的效果了 而是整个是个光面的效果 那么粗细程度的话 也要再搓的稍微细一些 这时候就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壳的部分 手机壳的部分 看一下长度 长度的话 其实控制在一个手机壳一半的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剩余的部分给它修剪掉 另一面也用粘土装饰一下 另一面不用 另一面的话 其实是咱们手机壳内部 你把手机网上一套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也是稍微涂抹上一点白乳胶 把它们装饰条的部分去粘贴上它 然后再把多余的部分的话 就给它修剪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另一边的话 这个弯折弧度 其实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你去粘贴的时候的话 就沿着它这个圆弧形态 就给它稍微弯曲一点弧度 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那么重复的这个装饰部分的话 就不给大家一一进行讲解了 其实就一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小花朵 以及五角星的一个塑造 先来给大家说这个四角星的部分 就稍微取出一点点的一个黄色黏涂就可以了 我这个黏涂小球的话 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偏大 但是为了方便给大家制作 又可以用手指稍微压扁一点点 然后两个手指给它怼到一起 可以看到吗 你怼到一起 其实它一个四角星的效果的话 就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稍微压扁一些 再去怼一下 重复这样的步骤 大概四到五次 这样的话 一个四角星的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再用手轻轻捏一捏 它这个四个角的部分 让它四个角的呈现出来的效果的话 更加明显一些 四角星的部分的话 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五角星的话 给大家说一下制作方法 也是稍微取出一块黏涂 给它稍微压扁一点 稍微压扁一点之后的话 咱们可以先用手 给它揪出一个小星星的部分 然后再沿着这个揪出来的痕迹的话 你去给它揪出一个五个小边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五角星的一个雏形 然后再稍微压扁一点 然后再着重的把它这个五个边的部分的话 用手多去按压一下 就这样重复操作 这样的话 五角星的部分也塑造完成了 就用手去捏住它的小边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咱们小花朵的部分 小花朵的部分的话就给大家讲一朵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小花朵还是比较好塑造的 就中间花蕊部分的话 其实咱们就是一个小圆球 然后周围一圈的话是围绕住一个白色的黏涂小球 那么白色黏涂小球在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咱们就一点一点就很有可能揪出来 它这种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咱们就可以先给它 搓成一个这种长 粗细程度比较一致的一个状态 然后咱们再用自己的小剪刀部分 给它剪成六个大小 或者是五个大小比较一致的一个黏涂块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搓小球 这样大小效果的话就会更加均等一些 就搓完之后的话 一块给它稍微分开一点间隙 一块给它放到压泥板上 这样去拱压它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球部分的话就制作完成了 对 很像小时候用糖纸捏的这种五角形 然后咱们去给它稍微粘贴一点白乳胶 给它固定到一起 那么五磅六磅的话就看大家自己喜欢几磅 然后或者是说可以把这个白色的黏涂小球给它制作的比较大一些 制作成五磅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底下的这个小糖条部分的话 我是用了这个黄色蓝色以及紫色的部分 那么大家去制作的时候的话 也要考虑一下整体的一个颜色搭配 就取出大概一个绿豆粒的大小 然后给它使劲搓搓成这种特别偏细的小长条就可以了 切记整个重点部分的话是细 搓的比较偏细的一个小长条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个粗细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再拿出自己的一点点的黄色黏涂 也是给它搓成一个小细长条 就尽量给它搓得特别细的这种状态 然后咱们可以先把它摆到旁边稍微晾干一些 往后我先把它的整个主体部分的话 给它组装到一起 大家去组装的时候的话 尽量用到这个白乳胶的工具 因为你不去用白乳胶的话 很有可能你长时间捏到手里面去捏它的话 很有可能它脱落了 也是把它的各部分给它组装到一起之后的话 咱们可以把这个小的装饰部分 去按照自己想要的位置的话 去给它粘贴上去 然后这个小糖条的部分的话 咱们可以等它完全晾干之后 因为咱们上课时间的话比较有限一点 我这边就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操作的 就可以给它剪成这种长短 比较一致的一个小长条 黏涂特别软 特别软 我几乎用手轻轻的一捏的话 它就捏变形了 你干了之后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可以看到现在黏涂特别适软 几乎我一剪的话 小剪刀上面就粘到了 我用手轻轻一揪它就断了 大家的话 还是等自己的黏涂晾干之后 再去进行这一步的操作 剪完之后的话 你把所有的颜色都剪成这种小长条之后 咱们可以用这种细节针的工具 你轻轻的沾上一点白乳胶沿着你这个底端的部分 去给它轻轻的薄薄的涂上这么一层 对软就粘粘的这种感觉 对形容的特别对 软就是粘粘的这种感觉 你去给它轻轻的涂上一层 然后再把你这个黏涂条的部分的话 去给它粘贴上去 它这个白乳胶干了之后的话 其实来说还是相对于来说就是不测透明的这种 你轻轻粘上去之后的话 其实它白乳胶就已经固定上了 如果呢 有哪里想粘的地方 它没有的话 你再去涂抹一点白乳胶 给它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咱们本节课的作品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公屏上再进行提问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咱们本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